流行曲很多時候會有一些很簡單的節奏 譬如這個節奏 但當我們要用樂器去演奏的時候 總是不夠信心 今集我會講三個方法 三樣東西我自己都會做 令到我們就算要演奏這些流行曲 都可以很暢順 或者是在翻譯的時候 遇到一些稍為複雜的節奏 我們都可以很有信心做到 大家看看左上角這個節奏看起來很簡單 但如果你真的要唱或者用樂器去演奏的時候 或者不會那麼順 原因是那個正拍除了第一拍之外 正拍全部是在連音線之下 如果我們不要那些連音線其實很簡單 我們試一次唱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一有個連音線的時候 未必那麼順利 我自己有三個方法 當我如果要去拉走一些流行曲的節奏 很多時候流行曲會有這些連音線連來連去 甚至是跨過一個小節 那首先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有一個pulse 到底我想是拉幾快呢 我會找一個速度是整段 我是可以拉得到的 如果我們逢是容易的節奏 我們就用一個快的速度 到去到稍為複雜一點的速度 譬如這個 未必能夠一下子可以拉得很順的節奏 稍為複雜一點的 我們就用慢的速度 始終我們都不知道 究竟首歌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首先要找一個很穩陣的pulse 和一個我們唱得到 我們可以練習得到的速度 第二件事就是subdivide 怎樣subdivide 譬如當我們要唱一拍半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那些半拍在哪裏 譬如如果我簡單一點 譬如如果唱一個兩拍 我們如果想節奏穩陣 我們不應該是一二 我們不應該以一拍去想一個兩拍 我們不應該以四個半拍去想這個兩拍 我再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確實一個兩拍裏有四個半拍 分別在哪裏 為什麼不可以 或者為什麼不可以用兩個一拍 要用四個半拍去想 因為如果我們把節奏是可以分小一點的話 那我們當我們要去唱或者去練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肯定 我們會唱足這兩拍 如果我們純粹只是用一拍去唱或者去練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會變成 其實很大部分的時間是沒有聲音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之前我講過類似的 就是我們怎樣唱就會怎樣去演奏 如果我們要去演奏這個兩拍是一個足拍子的兩拍 我們一定要在練習的時候或者在唱的時候真的唱足兩拍 而唯一能夠去令我們真的唱足兩拍的方法 就是我們將這個兩拍用小一點的節奏去想 比如用半拍四下 那我們真的在唱一個兩拍 或者我們唱一個一拍半 比如大家看到這個節奏一拍半 大家唱的時候看能不能在心裏 真的感覺到有三個半拍 你不需要像我現在刻意去強調 或者你初初練的時候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你真的練的時候真的很肯定 裡面有三個半拍 這會在你的演奏看到出來 究竟你有沒有數拍子 或者你有多肯去數拍子 別人是感覺到的 你有沒有填滿一個兩拍或者填滿一個四拍 還是你會差一點 這就是一個分別 就是在你平時你有沒有用subdivide這樣去練 第三樣就是大家剛才看到 當我唱這些節奏的時候 我其實是在打拍子 我打一個四拍好像指揮這樣打四拍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讓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唱的節奏 是在一個小節裡面的第幾拍 大家一下子未必做到又要唱又要打拍子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這個是並不是那麼難 第二其實是很有用 因為一清二楚 究竟你唱的音是在重拍之前還是之後 或者幾前幾後 大家看看第一個小節最後的音 最後的音是剛剛在第二小節第一拍之前出的 如果我們不打拍子 我們純粹用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有pulse 我們用subdivide 我們唱錯一下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哪 因為很像的節奏 我們唱錯一下不知道在哪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再加上打拍子的時候 我們很清楚知道在唱的是哪 再做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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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pulse 一個很穩陣的pulse 一個讓你可以練到的pulse 一個很穩陣的 第二就是subdivide 長的拍子 一拍半兩拍三拍四拍 不要懶 數拍子 甚至用semi quaver 或者用三連音 第三樣就是打拍子 一二三四 照片 一拍子 並非 五拍子 七拍子 一拍子 六拍子 五拍子